众夏月之梦即水之源宣导活动 日前在集集火车站前盛大举行 现场有许多民众一同在这欣赏乐团的表演 特别的是这次邀请到泛飞文化乐团前来演出 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泛飞文化乐团 就是来自西非还有加勒比海的鼓手歌手还有舞者 来让我们来自各地的游客有不一样的音乐的一个饗宴 集集正宫索秘书张赵忠表示 这次的活动主要是宣导珍惜水资源 那在职也特别要宣传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珍惜水资源 因为没水才是用水苦 所以我们借这个活动也要宣导这个水资源的宣导 这次的活动表演非常精彩 特别的是受邀的泛飞文化乐团 让在场的民众感受到外国的热情 我刚刚就是内容就是有乐器的演奏 那乐器有很多种像厄虎萨克斯风还有场底 然后最压轴的就是来自于那个非洲的朋友 他们那个传统舞蹈的表演 还有我们上台被邀请上台去体验 先议员陈昭玉表示 这次的活动邀请到泛飞文化乐团来做精彩演出 而集集为观光大圣 希望民众对于发展观光要有信心 每一天发展观光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 但是要怎么走到国际化 今天我们可以聘请到欧洲的打击乐团 来这里做政策的表演 尤其这么厌热的天气 大家吹到洛飞客风 享受的享天然的音乐 也吹到这么好的凉风 实在是很大的一个享受 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厢亲 要怎么来发展观光 在后为我们自己做起 国际化 实际的图景以外 大家对台湾的观光一定要有信心 仲夏月之梦 继水资源宣导活动 在泛飞乐团精彩的表演下 顺利结束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不单可以让民众了解水资源的珍贵 也让民众体验不同国家的风俗文化 也希望这个活动 对于推动积极镇的观光有所帮助 记者邱平义 集集采访报道